最近在网上我看到有人讲解这个丰田BZ4X 有说615公里续航的 有说500公里续航 有说400公里续航 那么到底这个BZ4X续航是多少公里呢? 那其实按照官方的说法呀 BZ4X单电机版本有两个续航 一个是最低配的版本只有400公里续航 另外一个是它的中配和高配是CRTC续航615公里 而双电机版本也有两个续航 一个是CRTC续航560公里 另外一个是CRTC续航500公里 那么这里面我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CRTC续航它其实是2021年7月1号 用来替换Net综合工况续航的一个新标准 但是CRTC续航刚开始使用的时候 被很多人质疑虚标太严重 甚至比Net的续航水分还要大 比方说特斯拉的Model 3 Performance 去年10月份上的新款 从76.8度电增加到了78.4度电 只不过多了1.6度电 它竟然续航从605公里增加到了675公里 1.6度电能开70公里吗 你要知道电动车15度电能开100公里 已经算非常优秀的能耗表现了 那么换算下来的话 也就是说1.5度电开10公里就非常不错了 那么这里等于说1.6度电70公里 它翻了7倍啊 那么其实说白了 续航增加的原因只是因为之前用的那个标准 现在换成了CRTC 那么因此去年7月1号之后 各大厂家都开始使用CRTC的续航标准 这就造成了市面上大量的车辆 都是标600公里以上的续航 凯迪拉克的LIRT续航650公里 福特的电车也就是电马续航619公里 Beamwax续航665公里 实际上CRTC续航如果说它是标的600公里的话 那续航其实也就570公里左右 WLTP续航也就469公里左右 其实还有一个比WLTP更接近真实续航的标准叫EPA 只不过这个EPA的标准写出来实在是太难看 所以大多数的厂家不愿意公布而已 所以总结来讲 CRTC续航水分非常的大 也不一定是这台车的真实续航 丰田BZCX最低配的版本 CRTC的续航才400公里 它才300多公里 车主拿到手实际开的话 我估计也就200多公里的真实续航 所以你真的想入手的话 就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 今后大家如果购买电动车 一定要记住了 不要光看续航多少多少公里 还要看清楚它标注的是N什么标准 千万不要搞混了